不管大家觉得这个动物看起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可爱 有人说这不管你觉得它有没有疗愈 但是可以确定是动物的样子 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猿仔 这个大猫熊以及小鸭 给人感觉就是真善美 人类就没有这样子的真善美 否则今年怎么会选出代表字叫做假 我们带大家来回忆一下小猿仔成长之路 现在看到猿滚滚 随便滚来滚去的样子真的很可爱 但是不要问及它还会再大 那越来越大的时候 刚神大老的时候大就不可爱 不晓得 那还是你觉得它大还是很可爱 大家可以继续观察 来 出生就长这样子 这个有看不太清楚没有关系 才15天大的白色的毛已经长出来了 这是44天大的时候 眼睛慢慢睁开好像会爬的样子了 然后再来看一看60天 然后到80天的时候要来逐步的长牙 然后120天体重 真是有重 3公斤 那现在它是174天大 那陆陆续轮看看 接下来一直要到15个月它才会断奶 到18个月才会离开母亲的照顾 所以只要180天的时候就可以跟大家见面 就是接下来1月6号你可以看到的圆仔 那么接下来长到了一岁半的时候 它就可以自己跟着妈妈一起在那里过活 因为可以自己好好的啃竹子 现在你看它抱着红萝卜 它不会啃 牙齿力道还是不足 现在还是喝奶 光喝奶就长那么大 真是厉害 好 这是小圆仔 它是这样长大的 但是我们来看看那个黄色小鸭呢 黄色小鸭到底是打哪来的 大家只知道说 那这个原创叫做这一位 来自荷兰的艺术大师霍夫曼 但也有人说很多人 大佬你小时候有没有黄色小鸭 你这里年纪最长 所以要问你一下 到底多久前有黄色小鸭 我从来没有看过 因为我们家很穷 比陈水扁更穷 我们家里连那个枣喷都没有 我拿来买了黄色小鸭去放在里头 我从小从来没有看过黄色小鸭 是 是 有童年的小小的遗憾 我们从来没有玩具的记忆 难怪你说你不要去看 因为我也是小鸭 黄色小鸭是国外来的 如果你推理到国外的话 其实很早就有了 那我在台湾的话 应该是四年级五年级生 开始有黄色小鸭的一个概念 就是那个年代 可能就有鸭子陪着洗澡 对对对 所以这场只有大佬愿意承认 她是没有玩过黄色小鸭的 我也没玩过 你也没玩过 我们以前没有早食这种东西 好 双早节 好 现在我们看到 黄色小鸭打哪来的呢 根据霍夫曼这边的讲法是说 1992年的时候 黄色小鸭原本就是浴缸玩具 所以很多人说 你小时候恐怕是有这样的记忆的 但是有这么一艘 在这29000多只塑胶黄色小鸭的货柜船 在北太平洋发生了船难 货柜就破裂 小鸭当然全部掉到大海当中了 跑哪去了呢 哇 15年后 小鸭随着洋流飘飘飘飘飘 飘到大大 飘到美国的东部 飘到了英国的北部海滩 完成大概是35000公里的长征 这成为海洋学家观察 海洋洋流很重要的一个 实际的一个个案范例 所以这个时候小鸭就跑到世界各国去了 然后呢 塑胶鸭的制造公司呢 于是配合学者做研究 希望这个黄色小鸭跑那么远之后 到底他的身体有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于是悬赏100美元 给发现鸭子的美国民众 看看鸭能不能送回来 让我们好好继续做研究吧 好 继续做研究的情况之下呢 现在呢 因为当年那批鸭收藏起来 价值不菲 那有够是钱 那批鸭就到现在呢 现在被了霍夫曼这位荷兰籍的艺术概念 概念艺术家把他给做成 好大好大一只 他做的不只是鸭 还有兔子 其他的动物 好大好大一只的情况之下呢 他说 想把小鸭 兼忍不拔的精神给传递出去 您看了黄色小鸭吗 看了黄色小鸭 你到底得到的是什么 你知道原创者 心意在哪里呢 叫做兼忍不拔 而且可以疗愈人心 可以带来欢乐 大老兼忍不拔 但是你刚刚说 哪有疗愈 你完全不是那一套 我想不妨我们本台派记者 去现场采访一下 你去看 我看完回来以后 有没有兼忍不拔 这四个字散过你的脑筋 我认为Hoffman 他的东西大家喜欢 觉得可爱 也就罢了 你不要一本正经 都要把这种兼忍不拔 这种道貌安然的东西 硬是要讲出来 我觉得这个兼忍不拔 大概距离大家的想法 我想是很遥远 因为洋人看Duckling 都是觉得是很笨的 这所有小动物里头 其实鸭子是笨的一种 鸭子在从这个蛋子 孵化以后 你只要孵化的那一叉 你给它看铅笔 它一辈子就认为 铅笔是它妈妈 你知道吗 所以小鸭是以笨出名的 当然它现在是可爱 我没有意见 好 那就讲到可爱 我借这个机会 向大家讲一下 我们所有的动物 不管是从很低等的鱼 两栖类 普鲁类 所有你在胚胎的时候 都很像 都很像 要不然你去查查看 都很像 而且一点都不可爱 那等到大家可以离开 妈妈的照顾的时候 也变成不可爱 所以什么时候可爱 就是你没有办法单独生活的时候 上帝就把你变得很可爱 因为你有很很可爱的话 照顾你的包括妈妈在内 才不会丢弃你 所以这个可爱是有目的的 他上帝照顾的目的 对 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 四凯有讲到 他的朋友韩国人笑一笑 我听到 我全身一阵寒战 不是说今天天气很寒 我这气急不悲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常常讲 韩国人能 台湾人为什么不能 韩国人笑一笑 我们就笑不出来了 这个 有的时候我其实不排除 我们台湾人在很多地方 其实是有点肤浅 有点天真 刚刚师承也讲到 三个城市的遭遇不一样 那他都怪风 桃园有风 基隆有风 你是怪电线 史上第一次有线的业 我想来想去 其实这个跟三个都市的 文化水平也好 你看天下文化常常 评比这些的盛市长的政绩 好像跟这个三个地方 的地方首长的政绩 好像也有点关系 政绩好的 三颗心四颗心的 比较没有出事情 那你看基隆的 这个市长的排名是 最后 从最后算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不无关系 所以我认为 我不是说在这里吐槽大家 还有你讲 韩国人说他们 好像兴趣缺缺 那是讲闷 你觉得韩国人闷 还是台湾人闷 你到处跑 你觉得韩国人闷不闷 闷喔 他们不是发展得很好 我刚刚查了一个资料 不是为了这个节目查的 我刚好在写一篇文章 韩国人的自杀死亡率 是我们台湾人的两倍 还有韩国人的民生痛苦指数 跟台湾人一样 人家都不闷 我们闷什么 他们的竞争 他们有这样子一个 我们认为这几年表现 比我们好很多 当然就是内部很强大 这个竞争力所带起来的 这样当沈医师 沈大老讲到这些 的一些统计数字 没有说陆续这几年 其实有看到这样数字的 但他们班的情况之下 显然是凯 他们觉得不需要看鸭子 自有排浅之道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 自凯 你本来就知道 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吗 还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 我告诉你 他原始是这样子的 我大概可以解释一下 因为我自己学美术的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在艺术的东西 美学这件事情 他很多时候 他不能够用理论 你去判断它 因为它是情绪性的 一个东西 所以你看他 过往的一个作品 不管兔子 不管其他东西 当他放在那一边的时候 你用不同的角度去看 你所感受到的东西 其实是不一样的 当然就他的理论来讲说 从这件 这样的事件来看 它确实是有那样的一个 意涵在那一边 那他也希望说 透过这样子 我们世界巡回一趟以后 能够把我们整个世界 大家能够把那种 坚忍不拔的精神 把它组合一下 我觉得这是 艺术家的一个概念 但是艺术家的概念 回到每一个人的感受度 不一样 老师的感受度 小胖胖的感受都不太一样 每人看的东西都不同 我自己在看法 因为我觉得这么多年来 台湾最欠缺的叫做美学 而这个美学 因为你失去 你看的都是数字 当你只会看数字的时候 你没有美学的时候 你不懂得去欣赏它 好的到某个程度 也会变成不好的 再来一点 个性 老师也讲说 可爱 可爱这个东西 那我们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 台湾留学生写的一个报告 就是说 台湾的假可爱 也就是卡哇里这件事情 是学日本的 他说我们自己的 民族个性在哪边 这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第二件事情 我们在探讨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看这三个城市 我自己一直在长期在观察 我说 为什么我们都会觉得 台湾黑熊 大家觉得不可爱吗 为什么 我觉得他有可能变可爱 我们怎么讲 我们应该拿 日本他山之石的一个观念来看 你有没有发现 日本人 他到每一个城市 他都有自己一个 代表性的一个人物 再怎么你觉得不可爱 他都会透过 所谓Q版漫画的方式 变成很可爱 台湾这么多的一个人才 我们怎么可以随便判断说 台湾黑熊不可爱呢 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人才 把它塑造成另外一件事 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曾经花大钱 找了一个外国人来 画一个叫做台湾印象 后来画了一个 李小龙的招式 还记不记得 那件事情 因为我那时候 刚好在学美术 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 就在讲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回到底的是 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 不能只是老是仰仗 外面人的一个力量 韩国的痛苦指数很高 但是讲到文化 他很骄傲 因为什么 他的骑马大叔 大家你不见得会承认他 可是你知道我在秘� 我在秘� 听到他们party 在放这首歌 在跳这支舞蹈的时候 我会吓了一跳 所以我觉得他已经做到 姐姐姐 跳真跳真 还出去 听到他们party 在放这首歌 在跳这支舞蹈的时候 我会吓了一跳 所以我觉得他已经做到 姐姐 还没出去 对 重点在这边 我们如何只是 我们现在所看到 所有东西都只是内销 他没有做到 任何一个国际行销 你做的 你做城市行销 你是要行销给谁看 外面的人看 还是台湾的人看 还只是你只是 制造一个商机 说你看我这个政府 我们多会做 我们帮我们这个城市 做了多少的光刻来源 但是你看到没有 这三个城市 它的正反两面的一个东西 回到底 疗愈系 疗愈什么 疗愈是苦闷的心情 可是当它变成 不是疗愈系的时候 它变成是我们的负担 是不是 所以这样分析下去 我们就比较深层的来看 所以刚刚讲到说 到底台湾的代表性在哪里 那么各个县市首长 刚刚委员 直到来说到 那个支持度 跟这次鸭子的表现的好坏 在这四湖城 正比吗 所以如果大家都是用短视的方式来看的话 人民的闷恐怕会更久 但是我们的政府的 这个聚商还是太多 我们不晓得 选举年要到了 这个鸭子一来 来台湾来赶了三拖 到明年的二月初才会结束 那接下来明年一整年 有源仔 那明年这一整年 它会长得很大很快 然后不可爱吗 还是呢 还在可爱的状态之下呢 所以那对于选举 有多大的帮助 我们真的不晓得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说 到底看鸭 为什么要看 您知道有那个所谓 坚忍不拔的精神吗 今天至少我们告诉你了 那看源仔 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们广告回来再来 带您继续聊